上节课我们实现了发布评论的云函数 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在页面里面实际去调用一下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找到common 然后在API里面 List 然后我们去Import Const 然后呢 Update 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呢 我们会返回一个data 我们return一个$http 一个URL URL呢 就是Update Command Data呢 我们给它传进来 这样的话 我们声明好了更新评论的API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实际去调用一下 Pages 然后HomeDetails 我们在这里呢 去给它声明一个方法 我们叫setUpdateCommand this.$API. updateCommand 然后呢 我们去点赠 返回一个 res 我们把内容呢 我们log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呢 是不是要传入一个参数 参数呢 首先我们要传入一个 articleID this.fromdata.id 然后把我们当前文章的ID呢 我们传给我们的IP 然后它会接收一个content 这个content呢 我们先从这里去接收一下 我们给它传进来 那我们这个方法在什么地方要用呢 我们肯定是在发布的时候 再一次点 然后注意看我们发布啊 发布我们这里有一个 拼写错误 Submit 上面我们也得去改一下 发布的content 我们传什么呢 其实我们传入的 是不是这个变量 就是我们的文本框 我们去输入的内容 进行一个双线绑定 我们可以实时的去获取这个内容 在发布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去判断一下 它的值呢 是不是空 如果这个值是空 或者是不存在呢 我们就给它retend掉 我们不让它继续 然后我们称一个toast 然后我们称一个toast Title 请输入评论内容 那icon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 那就可以 那么我们关闭弹窗 是不是就不能在这里操作了 我们应该在什么操作呢 我们发布成功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摊窗 给它关闭掉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直接执行一个 Z-Star Close 其实就可以 Close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 关闭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来去试一下 看我们的发布评论 成不成功 回到页面里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点开 我们现在点击直接发送 发送的话呢 提示我们请输入评论内容 然后我们输入一个内容 这是一条新的评论 我们点击发布 发布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更新成功 现在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云数据库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comment里面呢 就会把我们 这是一条新的评论 插入到这里面了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去给它 插入一个loading的 一个等待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unid.showloading 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loading unid.headloading 我们给它关闭掉 我们再去发布一条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体验会好一些 评论 评论内容 123 然后我们点击发布 成功之后呢 最好是再给我们提示一个 发布成功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这里 unid.show toast title title呢 我们就叫 评订论 发布成功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一个 那么发布 评论 456 然后点击发布 loading 然后评论发布成功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发布的功能 现在我们发布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显示我们的评论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把显示那部分内容 我们去做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评论长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的评论呢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发布的一个作者信息 有一个头像 一个名字 然后一个发布的时间 下面呢 是一个评论内容 我们下面有个按钮 是可以回复这条内容 然后再往下面看呢 就是我们对当前这条评论的一个回复 上面是对文章的一个评论回复 下面呢 在这一个小方框里面 是对当前评论的一个回复 我们先把上面这部分 布局我们先给它搞出来 上面我们还有一个标题叫最新评论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先给它搞一下样式 我们先把我们的内容呢 我们先给它注视掉 因为我们的内容太长了嘛 所以我们先注视掉 里面写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位置 去给它声明一个class detail comment 然后会有一个标题 标题就是什么呢 comment title 是一个最新评论 下面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评论内容 我们叫comment content 然后去把我们的样式 我们先去给它简单的去实现一下 我们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找一下是在下面detail 这里 给我们的detail html我们是评级的 我们叫detailcomment 是一个margin top 我们先给它一个30px 然后点comment title 我们pading上下是10px 左右呢我们15px 给它一个fontsize fontsize是14px color呢 我们就是仅666 然后有一个boulder bottom 是1px 然后仅f5 f5 f5 solid的一个实现 继续 然后是一个comment content 我们pading上下呢 是给它一个pading 上下给它一个0 左右 我们给它一个15px 给它一个boulder top 1px 然后仅111 solid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样式 现在我们评论已经去显示到这里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给它加载内容 内容呢 我们去我们的组件里面 评论呢 我们来我们的组件里面 我们去新添加一个组件 我们叫commentsbox 这里面去显示我们具体的一个评论内容 创建同名目录 我们点击确认 我们这里写一个评论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应该是在 这里 去把我们的组件 我们插入到里面 组件是什么呢 commentsbox 这是我们的组件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刷清一下页面 我们组件这里多了一个n 我们给它删掉 我们看一下呢 现在我们的组件内容 我们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去把它的布局 我们去搞一下 这里有一个头像 名称 时间 还有一个是具体的内容 这个结构啊 比较简单 因为跟我们上面的文章的作者 其实这个布局呢 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快速的去给它实现一下 我们先给我们最外层的附级 我们去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commentsbox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删掉 有一个will will class class我们叫什么呢 commentshider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里面会有一个我们的logo 就是我们的头像 我们叫commentshider logo logo logo里面是一个image image image我们先随便给它一个图片 给它一个logo mod呢 我们就使用aspect fill 就可以了 然后跟我们头像同级的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这里写一个类面class commentshider 然后呢 是一个info 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内容里面包含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我们就叫title就可以 title是我们的一个作者 我们写一个名字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创建时间 我们写一个2020年03 03 11点11分 11秒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建时间 然后跟我们hider同级的 我们去创建一个评论内容 class 叫comment content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实际的内容 uni app 是一个很棒的前端开发框架 我们的布局实现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把它的样式 我们给它写一下 在这里我们去声明一个sus 现在给我们最外层 我们加一个margin margin是什么呢 上下15px左右是一个0 然后再去写我们的contents header header呢 我们直接加一个flex就行 然后header里面呢 会有一个comment header logo 我们给它一个flex check 因为它肯定会被挤压嘛 所以我们让它是0 不让它挤压 我们宽高呢 我们全都给它一个30px 宽高呢 都是30px 然后有一个border radius 我们给它一个多少呢 给它一个5px 然后overflow hidden 我们去隐藏一出 最后它里面会有一个图片 image 然后宽高呢 我们都给它设置一个100% 然后跟我们logo同级的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info commons header info display flex 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flex direction column padding left 我们给它一个值 我们15px 然后呢 font size 我们是12px column 我们999 然后line height 我们给它一个1 给它一个1倍的航距 然后它下面又有一个title title呢 我们margin bottom 我们一个10px 然后font size 我们去给它一个14 color -333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把我们一个回复 我们就实现完了 然后还差一个跟header同级 在这里 commons content 是我们回复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去给它加样式呢 内容呢 我们margin top 10px 然后font size 我们12px 14吧 12可能会有些小 然后呢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黑色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看一下 刷新界面 我们的样式不大对 看一下哪里是有问题的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n 保存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位置 已经基本上去接近正常了 但是我们的左右margin 我们没有生效 那我们来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去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加些内容 common content里面 我们这里可能单词也是拼写错误 我们改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现在我们的内容呢 其实就显示正常了 跟我们的效果图比一下呢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下面的颜色 我们还是有点不大一样 这个颜色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回到这里 看一下我们下面的颜色呢 是我们common header info info这里我们去加个井 丢了一个井 改完之后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个样式 其实就已经正确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它的一个简单布局 和我们的一个发布给它实现了一下 那么下节课 我们去获取一下 我们实际输入的一个评论内容 这个课题是什么 我们来看呢 我们先看的 我们先看的